怀孕后陪儿子在国外读书 他的外国同学看到我小玩具的遥控器 联合儿子设局把我骗到他们家 当我发现真相已经晚了 跌落在地 我被邻居扶进房间 这时候 那个小恶魔启动了玩具 我浑身颤抖 只想尽快取走玩具 我肚子里的孩子 承受不住 我叫李兰心 是一名陪读妈妈 可没想到这才刚陪儿子在国外读书两个月 我竟检查出怀上了二胎 前不久 老公和我商量决定要我陪儿子到国外留学读书 他则留到国内继续工作 独自支撑起我们整个家庭的来源开销 眼看身边已经有个这么大的儿子 又要陪读又要赚学费 已然很耗费心力了 所以我原本是想过干脆不要这个孩子的 奈何老公知道后极力挽留 并且承诺会更加努力工作 要我在这边只管好好养胎 偶尔管教一下儿子就好了 想来也是 万一将来儿子毕业工作了 我们两口子整天在家也无聊 不如生个二胎也好 为以后添个乐趣 也是我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做起了陪读孕妇 转眼间我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 肚子越发明显的膨胀起来 可不知怎的 那方面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和老公分居两地这么久 让我早已忘了飘飘欲鲜的滋味 再加上怀孕后本来身体激素就容易紊乱 导致我的情绪不是很好 我总是向老公抱怨 可也明确知道他没办法赶过来 在哭过几次后 老公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他专门为我从国内游记了个无限小玩具 说是效果不错 肯定能挽足我的需求 虽然我有羞涩 但不得不说自从我试过一次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的 每天过得滋润不说 还总是乐呵着傻笑 就连儿子有时候问我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开心 我都吱吱呜呜着不好意思回答 这天趁着儿子不在家 我又拿起老公给买的无限小玩具操作起来 还一边和老公通着电话 老婆你那里现在可是大白天呢 这么忍不住呀 我娇称道 哎呀不会有事了 儿子都不在家 没关系的 直到好一会儿 我结束一轮后和老公说要去给儿子做饭了 先挂掉电话 之后我把玩具的遥控器放到一边 下意识地想先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可手上还没摸到 此刻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听起来火急火燎的 过不得多想 我连忙起身去开门 原来是儿子的外国同学克里特 坦白讲我不太喜欢这个人 虽然他看起来长得人高马大的 模样也俊朗 但那双眼睛每次盯着我看时 总让人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 那眼神既暧昧又挑衅 总是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 让我感觉很没有礼貌 阿姨 宇航现在正在我家 她 她出事了 克里特喘着粗气 张红着脸向我说明 然而听到这里我心下一慌 忙扶起肚子朝对方家里赶去 等赶到克里特家里 我四处一看周围并没有儿子的身影 儿子 儿子你在这儿吗 这时我听到隔壁一个房间突然传来了些动静 打开一看 儿子宇航此刻正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面前 哪来的什么出事 只不过 他原本白皙的脸庞在见到我后顺时升起一抹红韵 挺大的小伙子平日里都惊奇十足 神采奕奕的 想不到此刻竟在我面前扭扭捏捏起来 儿子眼神躲闪 景波还留着痘大的汗珠 看起来慌张极了 像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一手扶着肚子 一手重力地拍了拍她后时的肩膀 你吓死妈妈了 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 不知道妈妈怀孕了本来就行动不便吗 害我这么担心 在一时到我发脾气后 儿子倒也乖巧 忙和我道歉 对不起妈妈 是我不好 我太贪玩了 你 你先在床上坐会儿休息下吧 将我扶到床檐后 儿子起身替我拿了瓶水 我这才松了口气 有闲心打量起整个房间来 这儿看起来像是克里特的卧室 四周摆着各种模型玩楼 墙上还贴着很多球星的海报 可等我抬头顺着房间阳台望去 想不到窗外隔着不远 竟然正对着我的卧室 那岂不是 刚刚我在自己家用小玩具 被儿子和他的同学都看到了 难道儿子脸红也是因为 这个 我心下一惊 然而还来不及尴尬 我就绝望了 隔着阳台和窗户 我看到儿子的外国同学克里特 此刻正在我的房间里 他一边拿着我小玩具的遥控器四亿摆弄 一边笑脸盈盈地看着我 克里特看起来既玩世不恭 又任性妄为 我害怕他下一步做出什么事来继续引发尴尬 忙想着赶快回家制止 妈妈 怎么了 顾不得和儿子多解释什么 我慌手忙脚地起身往外走 然而刚出克里特家门的那刻 我稍不留神 静硬生生地撞进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接着梅杖们一屁股倒在地上 我抬头一看 正对上那男人一双幽蓝色的瞳孔 这个人我认识 是儿子同学克里特的父亲雷萨斯 他是个典型的欧美人 身材俊美修长 一身完美的骨铜色肌肉线条 再加上那立体宣王的五官 整个人显得邪魅性感激了 比航妈妈 你怎么样 雷萨斯俯身询问我的情况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间连站都站不起来 肚子疼得快插气了 但幸好他家铺了一层厚地毯 否则恐怕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要有危险 我 我肚子好疼 站不起来 话音刚落 男人一手将我腾空抱起 着实吓了我一大跳 客厅太乱 我先抱你到卧室休息一下 等一下你要还有不舒服的情况 我再带你去医院 不得不说这雷萨斯还真是个好人 为人热心又这么注意细节 可正派之下 我又有那么一瞬间 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一丝猥琐 好似看猎物一般的眼神 与他儿子盯着我看时的样子大同小异 为防摔倒我不得已地搂在这个欧美男人的颈部上 脸都修到了耳后根 要知道这还是除了老公以外 我第一个额外亲密接触的男人 雷萨斯将我抱进他的卧室后 迟迟不肯将我放下 你 克里特爸爸 你先放我下来吧 男人应声说好 随后紧紧护住我隆起的小腹 是要将我放到床上 语 雨昂妈妈 你先别动 我先给你调整一下姿势 不然怕压到你肚子里的宝宝 我健壮也只好配合 哪儿成小雷萨斯原本老实着的手 此刻却因为他的动作幅度开始在我裸露的肌肤上磨蹭 弄得我浑身敏感 却又不好意思开口 直到好一会儿 雷萨斯才终于为我调整好姿势 从我身上抽离开来 他站在我跟前 这会儿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闲聊 肚子还疼吗 宝宝几个月了 你老公在国内 没跟你们一起过来吗 雨昂妈妈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怀孕后还这么美的东方女人 你老公真是好福气 我因为秉持着对男人的感谢所以一直在回应着 可不知为何 我总感觉雷萨斯文这些带着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 这时 门口突然出现了些动静 我原以为是儿子想进来看看我的情况 心里还顿时觉得有了私安全感 可没想到 映入眼帘的却是儿子同学克里特的脸 而此刻他的手里居然还拿着我小玩具的遥控器 这一瞬间 先前好不容易恢复的体温顺时又滚烫起来 克里特就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我 嘴角升起一抹桀骜的笑容 像是要在他爸爸面前把我看穿 可这让我 情何以看 我索性低过头不去看 假装毫不知情 臭小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 手里拿的什么啊 雷萨斯这一问惹的我心里一惊 我抬头 但幸好克里特什么都没说 连忙将那遥控器藏在身后 没什么 爸爸 我去给阿姨倒杯水吧 眼见他转身出门 我才终于放下心来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 房门的锁头微微转动 让我越感到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克里特竟然从外面锁上了 察觉到异样后 雷萨斯忙起身前去查看 他不断转动 把手门却丝毫没有动静 在意识到是儿子的恶作剧后 嘴里止不住骂了克里特好几句 我在一旁听得很是尴尬 与此同时又觉得我们两个孤男寡理共处一室 实在有些不太恰当 只见这时男人突然又转头看向我 不好意思和雨豪妈妈 孩子太闹头了 总不听话 哎 都不知道该怎么管了 没事 其实我家孩子也一样 不太听话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还需要再多努把力 我想等下卧室门应该就会开了 所以现在趁着机会都和雷萨斯聊两句打发时间 这一刻雷萨斯突然又将目光转移到我高高隆起的肚子 随后问道 现在觉得情况怎么样 我刚淡定着想要回复它舒服多了 然而此刻我的下身却传来一股异样感 我感受到我的小玩具动了 为一直伸下的那股酥麻感 我疯狂想要加紧双腿 尽力不让自己看起来有什么不对劲 然而这款小玩具实在太强大了 没过多久我便感觉到腿间有什么流出 甚至此刻我的嘴唇都在止不住的发颤 我咬紧牙关始终不敢胡乱动弹 生怕自己稍不注意就喊了出来 宇航妈妈你怎么了 怎么脸色突然这么红啊 看着面前这个高大的男人一脸诚恳的发问 我却迟迟不敢开口 终于我的身体越发滚烫 眼看雷萨斯再三询问我的情况 我只得硬着头皮回应道 没啊没事 我 我躺会 而 本以为自己这样说来雷萨斯也不会察觉到什么 可没想到 此刻我感受到那里的东西在慢慢滑落 而雷萨斯 因为腐蚀的姿势将一切尽收眼底 他居然 看到了我小玩具掉出的一节短线 并且伸手逮住线头将它拿了出来 雷萨斯拿着那湿漉漉的东西在我面前晃悠时 我简直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毕竟他是我儿子同学的爸爸 一个成年男人 哪会不懂这种事情 我小心开了开额头冒出的汗珠 眼睛四处乱看 心里却也紧张着雷萨斯会不会在接下来说些让人更加脸红心跳的东西 可令人意外的是 沉默几秒后 雷萨斯平静的开口 没关系宇航妈妈 可以理解的 你千万别因此感到不好意思 听到男人如此正派的发言 我心里是又惊又喜 也终于敢抬头与男人对视 雷萨斯接下来也并没有司机对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孕妇做些什么 而是转身去找备用钥匙 将房门打开 然而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迎刃而解 这场尴尬风波终于要过去之时 只见雷萨斯直接将我的小玩具塞进了他房间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对视上男人的眼睛露出狐疑又惊讶的表情 啊是这样宇航妈妈 刚刚我意识到应该是我儿子搞的鬼 现在遥控器还在他手上呢 等你走后我把他教训一顿再找时间还给你 不然眼下我想我也没法在孩子们面前提这档子事 雷萨斯见我这副模样 向我解释道 这样想来也是 虽然孩子们已经对我用小玩具的事情心知肚明了 可倘若再将这件事拿出来搬到明面上讲 着实让我有些难堪 好 谢谢你啊克里特爸爸 麻 麻烦你了 话音刚落 不等雷萨斯再对我讲些什么 我起身拖起肚子羞涩地朝家中跑去挨 回想起这一天的经历 简直是丢人丢大发了 早知道一开始就该稍微克制一下的 不然也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 回到家以后 我仍然久久不能平复下自己的心绪 然而此刻 儿子也从克里特家回来了 妈 妈咪 你回来了吗 我饿了 我坐在房间里大脑远听到儿子在客厅喊 却不能如以前一般轻松地出去应对 这么羞耻的事情 到底该不该和儿子讲呢 按理说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应该是知道的 而且就算儿子没亲眼看见 毕竟克里特和他关系那么好 也只不定和他讲到了哪一步 如果讲吧 起码能让儿子明白些东西 也不至于让我们母子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可我又实在不知道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儿子开口 才能不让彼此尴尬 不讲吧 我又担心儿子会在背后乱想我 到时候万一破坏我们母子的感情就不好了 正想着 儿子突然闯进卧室 妈咪你在呀 那刚刚怎么不理我呢 我警觉起身 啊 妈妈刚刚想事情呢 没听到 你赢了是吧 我去厨房给你做饭 我跑去厨房开始忙活 却也心不在焉的 总觉得哪儿哪儿不得见 连切菜都专心不起来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和儿子开诚不公地讲一讲 我想只要把问题说开了 也就没什么了 放下手里的东西 我前去儿子的房间 门大开着 阁里面却没见他 正寻思着 突然卫生间发出一些声响 夹杂着一丝一粒 我捏手捏脚地朝卫生间靠近 然而隔着那条小小的门缝 我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平日里乖巧懂事的儿子 此刻居然正坐在马桶上 吻我着我的蕾丝内裤 我心下一惊 差点尖叫出声 只见儿子不断将我的内裤磨蹭在他的鼻尖 随后还高仰起 投露出十分陶醉的表情 这一刻 我作为一个母亲心都要碎了 儿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难道是我疏于日常对他的关心 还是他现在正直青春期身体也随之发育起来 我想不明白 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因为这件事 之后我也没敢再找儿子谈话 饭桌上我毫无心思 甚至都不敢与儿子对视 妈妈 你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着儿子一副淡然的样子 瞬间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他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也不知道出国这几个月以来 儿子都跟着那个科里特学了些什么 好好吃你的饭 好好学习 不要整天想些有的没的 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冲儿子发脾气 但话音刚落我就后悔了 坦白讲儿子这么大了 有些需求也很正常 虽然 行为有些不妥 但我作为母亲应该好好引导他才对 而不是刻意动怒解决 嗨 儿子 妈妈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我想和你说 你这个年龄段 有些心思也很正常 但你可一定要把握好度 知道吗 看到儿子脸上渐渐升起的红韵 我就明白了他懂我说的什么意思 于是我点到为止 没再继续教育起他 可儿子乖乖英诚的瞬间 我却又立刻从他的眼神中捕捉到一丝脚霞 夜晚我静静地躺在床上 却因为白天的事情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怀着孕也不能随意翻身 还得时刻注意休息 我便索性将眼睛闭上 不去多想 可不知过了多久 我依然没能入睡 但此刻却突然听到客厅传来一阵稀疏声 难不成是家里禁贼了 刚想挪动身子爬起来看看 只听见动静出现在了我卧室的房门口 我心里一阵紧张 气不明白外面究竟是什么人 更害怕万一真的是贼 他冲进来伤到我和肚子里的宝宝该怎么办 锁头转动的声音响得格外清脆 我这才意识到外面的人竟然真是冲着我来的 谁 我索性打开床头柜的灯 想将屋内看得更清楚点 可与此同时我的房门也恰巧被打开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雷萨斯和克里特他们父子俩齐刷刷地站在我面前 眼神泪昧不清 而我的儿子此刻居然正举着手机跟在他们身后录像 他们三个鱼罐而入 一同将我围在床上 我紧张地护住自己的肚子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 呵呵 阿姨 你的身材实在是太棒了 居然怀着宝宝还这么美 这让我们几个怎么把持得住啊 克里特脸上生起一抹坏笑 伸手就叹向我的运度 紧接着 他爸爸雷萨斯满条斯里地走到我跟前 李航妈妈 你也寂寞不是吗 不然怎么会大白天连窗帘都不拉 就敢肆无忌惮地待在卧室玩玩局呢 说到这里 对面三人哄堂大笑 惹得我既委屈又恼怒 我看向儿子 多么希望此刻他能救救我 妈妈你可别这幅眼神看着我 我什么都没做啊 儿子将摄像头朝我的脸拉近 你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可是你妈妈 那又怎样 谁让你来照顾我读书 转身去又要继续收二胎 你和爸爸只爱我一个不好吗 想不到儿子 居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我顾不得多和他解释 只想尽快解除眼前的危险 你们要是再不从我房间里出去 我就报警了 然而雷萨斯却一反常态地镇定 转而威胁我道 报警 你报啊 这儿可不比你们国家 况且你忘了吗 你的小玩具可还在我家里呢 我大可以和警察说我们是情侣 只是你一时闹脾气了说不喜欢我才故意报警的 再说 在场的人当中 有谁站在你这边吗 你没看你儿子都倒向我们的吗 原来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男人设的局 我欲哭无泪 实在没想到自己一个陪读孕妇居然在国外还能遇到这样的事 甚至连我曾经心爱的宝贝儿子才不出几个月居然变得跟个混球一样 所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整个眼神都充满着绝望 干什么 儿子 你想干什么呀 雷萨斯恬不知耻地和他儿子调侃道 活像个畜生 嘿嘿 老爸 你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 这还是我第一次尝试孕妇呢 话音刚落 他们父子俩一人一边手脚并动地将我固定在床上 儿子依旧不为所动 举着手机胡乱拍摄 你们 你们简直不是人 雷萨斯先是吞去我的孕妇妆 朝我肚子深深亲吻 紧接着他儿子克里特就要扒下我的内衬 我拼命地求饶 可对面丝毫没有要放过我的意思 求 求求你们了 别这样 求你们了 为了不让他们得逞 我甚至不顾肚子里宝宝的危险 肆意动弹着身子 几次之后 雷萨斯明显有些被惹恼了 不准动 你要实在想把肚子里这个种搞掉 我可以一拳头下去 说着他呲牙咧嘴地在我面前挥动着他那粗大的拳头 看得让人心里直发麻 我被吓得直接震受在原地 阿姨 看来还是拿你的孩子威胁最有用啊 接下来你要实在不听话 不让我们好好爽一爽的话 事情可真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克里特的目光也落在我高龙的肚皮上 可我的儿子 此刻就在我身边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不为所动 就这样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接下来我不敢违背一丝他们的意愿 只能任凭这父子俩对我上下其手 随着眼泪掉落下的那刻 我看到身上两人越发猖狂的笑容 可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我的房门突然被一股重力所击破 随后一个洪亮的声音 别动 举起手来 只见几个壮实的警察迅速冲上前来 将我面前的雷萨斯和克里特父子前置住 而我的儿子与此同时也被一名警察制服 我眼疾手快地抢过儿子手里的手机 警察 这就是证据 对面三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问我是如何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抱得紧 呵呵 我当然没有那么通天的本事 事实上我一直都对雷萨斯父子俩的印象不太好 但因为没什么深的接触 所以从不轻易乱想 可直到今天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让我觉得既巧合又刻意 并且我知道一个人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观察着他们父子俩的一举一动 甚至连他们眼神中即使闪过那么一秒的猥琐都能被我轻而易举地捕捉到 事实上刚开始我没想到他们会做到这个地步的 然而我嗅到了雷萨斯身上所夹杂着的危险意味 尤其是下午那会儿在他的房间里 我的小玩具被他专门留下来的时候 夜晚我躺在床上 越想越觉得奇怪 于是我遵从自己的直觉 提前报了警 希望万一真出什么事情也好及时解救自己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心爱的儿子居然也会沦为他们使唤的一员 可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雷萨斯嘴里止不住的皱眸 眼镜恶狠狠地瞪着我 可他的儿子克里特倒是并没有想象中的恼羞成怒 反而笑着问我 不过阿姨 被你自己亲儿子录像的滋味也不好受吧 他是在故意挑拨离间 然而听到这儿 我眼泪还是不争气地啪哒掉落下来 转头看向我能误入歧途的儿子 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 平日里我骄傲的 自豪的 捧在手心里的儿子 居然会在此时成为他们那群混蛋侮辱我的帮凶 妈妈 妈妈对不起 我错了 你 你让他们放开我好不好 我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 是他们 都是他们威胁我 说我不干就会打我 我迫不得已裁 儿子跪在地上向我求饶 就连说到最后 自己都心虚地低下头 我知道他在撒谎 做母亲的 怎么会不了解儿子呢 恰巧此时克里特也攻击起他来 呸 你敢说这些事情没有你出主意吗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妈妈被欺负 还给他录像 儿子怒吼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 克里特我之所以变成这样就是你带坏的 否则我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听到面前两个孩子的争吵 让我很是痛心 毕竟我清楚 错了就是错了 事到如今纠结双方谁的问题已然没有意义 要我说 儿子之所以变成这样 我这个做妈妈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倘若我平日里对他勤于管教一点 倘若我在他交朋友时替他多把把关 再讨若我怀孕后不把重心放在肚子里的二胎上 也许儿子就不会变成这样 是我说苦了太多 妈妈 救救我 好吗 我保证 我发誓 我将来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求你了妈妈 我不想坐牢啊 看着儿子这样一副狼狈的样子 我也很是难受 老公与我含心如枯痒将他养到这么大 怎么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呢 儿子接连二三的认错 正一点点在攻破我内心的防线 说实话我没办法不心软 可以想到今晚他的所作所为 我又震惊地全身发抖 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教育和改正 只会成为将来社会上的毒瘤 我紧绷着情绪 咬牙切齿道 你就好好反思一下吧 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好事 还不知道你爸万一知道这些会怎么想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提 说话间 我感觉到阵阵腹痛 像是怒气牵连到了胎气 深呼吸几口 我又一种心肠地向儿子谈论着 不是妈妈不帮你 是你实在错得彻底 我没办法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原谅你 而且你已经违背道德底线了你知道吗 说实话你变成如今这样也是妈妈没管叫好 可你这么大了也该体谅一下我呀 我和儿子说自从我怀孕后 确实情绪容易波动 也不能耗费太多精力 所以才在陪他留学读书这几个月以来 疏于他心灵上的沟通 可想不到儿子到了最后却丝毫不领情 一改先前认错的态度 反而当着众人骂起我来 哼 就你你也配当妈 你就是为了你肚子那个小的不愿意要我吧 早知道刚刚被抓起来之前我就该一拳头把他打死 凭什么他还没生下来就能剥夺你和爸爸对我的爱 儿子心红着眼智问我把我激的怒不可遏 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只打出红血印来 看来你是一点都不知错完全浪费了妈妈的一片苦心 不知不觉我已经泪流满面 之后我努力平复心情 缓缓开口妈妈不要你了 过段时间我就回国 以后你就自己一个人待在国外生活吧 不过你放心 一直到你毕业以前我和你爸都还是会按时给你打生活费的 但是其他的你就别收忘了 我们全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眼住面旁 哭得气不成声 然而此刻在场的雷萨斯和克里特却对着这一幕狂笑不止 看起来变态洁了 也许他们就是天生的心理畸形吧 才会见不得别人好 才会无端作恶 倘若没有他们 我的宝贝儿子到现在还会是我的骄傲 可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把我好端端的儿子变成一个不知道得为何物的恶魔 还硬生生地破坏了我们整个家庭的美满 一想到这里 我就痛心疾首 之后雷萨斯父子俩分别被判处不同的刑期和惩罚 而我最终还是心下意软 对儿子进行了撤诉 没能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大概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但我相信 通过这件事情也能让儿子学会许多 比如继续助劳自己的道德底线与人生三观 以免将来再在社会走上弯路 我回国以后 向老公说明了一切 他同样有些难以接受 但最终还是支持了我的做法 再后来 我们的第二个宝宝顺利诞生 留儿子一个人在国外长大 我们的第一个宝宝顺利诞生 我们的第一个宝宝顺利诞生 我们的第一个宝宝顺利诞生